不要讓她的外表騙到 這個 這個 還有這個 全部都是蛋糕 剛才看到的幻覺蛋糕 就是由這兩位90後少女所創作 我們的網店是三年之前開的 一年之前就開了這個workshop 為什麼叫Dear Harley 其實Harley是我的雀仔 那時候她是很小過我一兩歲 是很有趣的 而且是我們家裡的第一個孫子 所以整家人都很疼愛她 我也是很疼愛她的 那我就有一點被她 inspire了她做蛋糕 因為我覺得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才會做得成功 因為疫情關係 Alison 和 Connie 開始在家裡 自學做幻覺蛋糕 去到今年5月 他們的第一個幻覺蛋糕 終於面世了 不論大小 外形和細節 都和食物超相似 逼真度爆燈 我們為什麼會做這個 Ellusion Cake 就是因為 那時候她的第三個侄子生日 她就說不知道做什麼蛋糕 但她的侄子很喜歡吃香蕉 我們就說那製一條蕉 然後我們就製了一條蕉 誰知道真的很像 我們就突然之間 不如我們拍個影片 放很多香蕉 然後就問全部家人 哪條是真的 哪條是假的 然後我們製了一個影片 就覺得很好玩 然後就突然之間 不如我們做一些類似的東西 然後我們永遠都會 加一個很搞笑的影片 相影的場景 配上幻覺蛋糕 就成功以假亂真了 這個連精龍都吃得 切開蛋糕 裡面其實是八爵茶 魚字綠茶 紅絲絨 和朱古力味牛油蛋糕 再加Butter Cream 自己做蛋糕之外 他們都非常歡迎客人來挑機 之前曾經提供不少 獨一無二的蛋糕 好像Chanel手袋 法拉里 發覺紅酒造型 想親手做造型蛋糕 亦都可以上個workshop 和朋友一起學簡單款式 religion 誰都喜歡 worthless 方格 神 神